好 主播各位观众马上带您来关心 前桃园市长郑文灿一四 在七年前收费五百万元事件 这个月呢他已经是第三度来到法院开庭 而通过少早画面呢是可以看到他 大约一点四十四分的时候就已经抵达法院 而面对记者问话呢他是一句话 也没有说就快步的走进去 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今天其实只有带了两位律师 而其中一位陈友来还是桃园法院的前法官 而今天也说是他是这个月第三次开庭的 第一次的时候呢就是在七月五号的时候 当时检方掌握相关的市政发动了搜索行动 并向院方这边要把郑文灿来申请积压 不过最终呢在隔天的时候就以五百万元交保 当然检方是很不满意这个结果 所以当庭提出抗告 当天也是用最极简把所有的抗告资料都交给高院 高院后来呢也发回到桃园地方法院这边要来重彩 所以七月九号的时候呢又开了第二次的庭 这一次呢院方这边只有提高交保的金额到一千两百万元 但是检方这边呢依旧是非常不满意这样的结果 所以二度的再提出抗告 就在昨天的时候呢高院在晚间大约六点多左右的时候 是紧急了将所有的案情又发回了桃园地方法院希望能够来重审 所以呢才会有今天三度开庭的情况 以上是我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学镜头先交换棚内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